好,我们现在来解一下这个方程式 x加1分之1 再加上呢,x减2分之1 会等于呢 4分之5 可是你说等等等等 这个方程式我怎么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呢 这种,诶 位之数在分母 其实呢,这种方程式呢,看起来很吓人 不过呢,你换个脑袋想一下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方程式 它其实就是等式嘛,对不对 那等式呢,有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呢,你左右两端呢 同成语,任何东西呢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也是一样,我们不喜欢呢 看到位之数在分母 所以我们不如这样做 就是呢,把这个方程式等号两端呢 等号两端 等号两端 同成语 同成 我们希望呢,所有整个式子都不要有分数 所以呢,我们把在分母的东西全部都给它乘掉 这样子呢,就是一个所谓的 通分 OK,你就想象呢,全部呢,我们都把它通分 同成语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原本的式子会变成什么 你看看,我们呢 x加1 分之1呢,同成语 就变成4分之 x加1乘上x-2 那这边呢,变成x-2分之全部都同成 变成4倍的x加1乘上x-2 那最后呢,会等于4分之5 然后呢,再同成语 4倍的x加1x-2 那我们就很清楚的发现呢 x跟加1 x加1跟x加1呢,约掉 x-2跟x-2约掉 4跟4约掉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变成了4x-8 加上呢,什么呢 4x加4 会等于呢,5倍的 这边里面先算一下是x平方 然后呢,减x-2 OK,所以呢,会等于5x平方 减5x-10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把它移向一下 该移向的,移向好 我们就算出来变成5x平方 这边呢,是加8x嘛 一过去变成-13x 然后最后呢,这边是-4 加,呃,负8加4 所以是负4 负4呢,那这边又是多少呢 这边是负10 所以呢,负4一向过去变加4的话 就变成负6 等于0 OK,所以呢,其实这个方程式呢 被我们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化解之后 发现,诶,变成5x平方 减13x减6了 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一元二次方程式啦 只是说呢,这个看起来呢 没有这么好交叉相乘 不过没关系 因为5只能分成1跟5嘛 没有错吧 然后呢 这边另外一个要码就是1跟6 要码就是2跟3 那我们很知道一定不可能是1跟6 为什么?因为1跟6不管怎么臭 一边呢,假如是16的话 这样乘起来呢,会是11 相关的东西 或者是1 那如果是6跟1的话呢 数字就会太大 对不对? 6跟1的话呢 这边是30 这边是1 这也不太符合 所以呢,势必是这个2跟3 好 那我们呢,就把2跟3呢,写一下 那因为呢,是负的 所以呢,其中一个是负的 我们就看一下 某一个会是负的 好 那因为呢,这个加起来以后会变负13 所以负的会在是比较大的那边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负的在这里 才会让5乘上负3呢 是负的 所以我们检查一下 15呢,是5 没有错 负3乘以2呢,是负6 没有错 那5乘以负3是负15 这边乘起来呢,是负15 那这边呢,乘起来是正2 所以加起来呢,没有问题 这中间的确就是等于负13 也就是5x平方减13x减6 所以代表什么,这整项可以被我们 因式分解成 x减3乘上5x加2等于0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得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我们可以得到 x呢,等于3 或者是负5分之2 OK,好,答案呢 看起来已经出来了 但是呢,一定要非常小心 当我们在一开始的方程式呢 是位置数是在分母的时候 你永远要把答案带回去检查 带进去呢,会不会使分母变成0 如果会使分母变成0的那个答案呢 我们就要把它删掉 但是我们很显然看到 3加1跟3减2都不会是0 负5分之2呢,加1跟负5分之2呢 减2也不会是0 所以呢,这两个答案都是OK的 都是符合条件的 所以呢,最后x就等于3 或者是负5分之2 那再提醒大家一次 任何的分式方程式呢 我们的重点都是去分母化 也就是呢,透过 共同的这个约分呢 共同的这个通分 透过通分 去把呢,分母呢 全部都给它弄不见 记得,那因为这是利用什么 这是因为方程式是一个等式 所以你可以在左右两边同乘一个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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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